另外一个能科学的问题 对于台湾的高中生 尤其是类似20这样子的偏向学校 其实我刚从高铁过来 我觉得交通很顺利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这边很偏向 我觉得还蛮accessible 就是还蛮可禁的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 能够跟全世界同年龄的人竞争吗 这个问我就问错了 因为我没有上过高中 然后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竞争过 所以我可能只好直接放弃 但是在放弃之前 我想我还是先讲一下 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 现在是这么为人 但是其实是我的研究工作的延续 我在国中二年轻的时候 当时想要研究的题目 就是我们怎么通过 网级网路上面的一些 像Slide的这样的互动 可以让本来 就是各自在想各自不同事情的人 能够凝聚到彼此很容易 可以达到一种比较团庭时间的 我们叫Rupport 就是大家比私信人品质支持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大概十四五岁就对这个研究题目 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我就当时告诉我的国中校长说 我一天想要十六个小时都投入这个研究 我不想要只花八小时 就是下课后的那八小时来投入这个研究 那校长就说我支持你的研究 然后你明天就不用玩 我们学校了 然后教育区那边我帮你当着之类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学校 那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学的很重要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人个人之间竞争的这个感觉 那之前在学校里面当然是有啊 因为当时我们是看短考的成绩 我们那次是 那个班前的几个学年啊 是不考而不考的 是靠平常短考的成绩来决定 要读哪一个高中 所以我离开国二之后 我还固定每个月会去考短考 然后都交百卷 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帮我们班上的同学到比较 就是他们想要念的高中 反正我没有要念了 所以就说这个情况下 我跟我的同学之间的关系都变得非常好 对他们都觉得说 我完全是帮他们的 完全没有要把他们评下去的意思 然后我在做的课程题目 或者是我去数学经事啊 或什么 他们也都不觉得有威胁了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 你是不是找到一个研究方向 这个方向是 你不需要就是别人从外面 告诉你说 那你做得好 或者你做得不好 我又没有做出一个网络上面互动的空间 让大家都可以按赞等等 那个是实际使用这个空间的人告诉我的啊 不是我的老师 或者是考察中心 或者是什么 就是外面的某个认证单位 告诉我的嘛 所以当我有做得好不好 时我可以自己去检证 而不是等外面的人来检证的时候 我就完全没有一种我在跟同年龄的人竞争的感觉了 相反的 我在做的任何事情对于不管同不同年龄的人都是有帮助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后来我进入职场之后 我就从来没有过那种好像要被靠和靠平什么的状态 因为不管什么团队 只要你进我在研究这样子的技术 大概任何团队都是好的 他不会把团队里面任何一个人换掉 反过来讲 就是我在的团队 任何人进来 他才会愿意进入这个空间 也对其他都是好的 也不会他把我换掉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就从对方15岁到现在已经40岁了 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想要去面试把别人挤掉 或者是就是别人要把我挤掉 这种人跟人之间竞争的关系出现 所以完全是看你有没有找到自己一个独特的 但是又能够帮助其他人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题目 那可以说我就是15岁以前的时间 大概都在等准备自己到能够找到这个研究题目为止 那在找到之后就已经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了 那我在的那个屋中 就是北镇国中华也是文山区 就是他们在我们的那几个年级之前 比较有名的几个学长间大概都是 就是在街上如果碰到有人想要抢劫你的这些帮派的话 你可以说我是北镇国中出来的 然后他可能就会放过你 因为他也是北镇国中的学长间 对对对那样子的国中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并没有什么原因说一定因为你在哪个地方或者是你旁边的社团队怎么样 你就不能够挑你的研究方向 而且后来其实我跟北镇国中的这些学长间也都变成在不错这个中间发现我并没有说我拿了什么课程提议什么就去 好像看不出他们或者是压制他们完全没有 因为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他们其实也没有威胁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你如果一开始就想跟同一年竞争那他们当然就会想要竞争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想要竞争的话 那就没有就是竞争所带来的问题 希望能回答到这个问题啊 不过也可能是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但这是我对人的经验